大家好,歡迎來到叮噹碼頭的環節 在這裡坐著時光機,當然是看之前賽事 未講之前的賽事,記得在這個環節內跟大家分享一些曾經鬥到你憎我奪那些刺激緊張的賽事 再出可以再留意,有時兩隻都優秀或兩隻都辛苦的時候 一隻賺一隻蝕等等,都在這裡重溫給大家 等大家再出的馬,未來的賽日見回他的時候 你心目中知道那隻馬究竟強還是不強 未講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右下角的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訂閱按鈕,鈴鐺,記得按鈕 除了坐時光機之外,都有其他節目看的 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剛剛今早也提過五間馬經 告訴大家,有甚麼馬是要留意的 其中一匹就是直線力山 直線力山這次雖然不會有線路之聲那麼熱 因為始終你都知道他中長距離馬會熱身的 但是前一場二千四米賽事,何寨堯揹著他輕綁 當時對著知足常樂和自然力量 他就真的砌到開花,軟地來的,大家如果有印象 按下去,那個賽果看,其實他只是僅僅贏了頸 不過他都叫做影贏後面,時事有餘,自然力量 那一場三四名很近拍照,大家記得 那一場直線力山真的傾盡全力去砌下去 結果僅僅沒有讓一隻放頭碼走掉 而當時雖然遠地,但步速相當偏慢 總時間去到最後一段都慢了2.48秒 即是說放頭那隻很著數,後上那隻又如何?非常不著數 既然這麼不著數都僅僅贏,當然加分就不會很多 因為大家都看到遠地,而當時他都用的力量比較多 所以再出的時候,輸給一些頂級的,浪漫勇士,將王那些 其實一點都不出奇 而且二千四雖然是拿手路程,但這隻馬跑法很彈性 那千四你或許會嚴短的,但是他因為有他的作戰能力 這場你都不要漏掉他,他有他的賠率 是可以挑戰到高東尼那些馬,而不是說中環盛景 是說線路之星,大家都要留意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次再見,拜拜